温柔堅定林靖怡 台面上说自己要当坚定的温柔力量 但过去当立委时 这段影片大曝光 你们是当作我在这边干什么的 饮料你们 帮你们想其他方法解套 我在质询的时候有处理问题 你们这样对待我 你们这样对待我 太过分 嘴上说温柔坚定 私下诺标拍桌 对官员高分被开窍 哪一个才是真的林靖怡 不咬之马力 然后日久见人心 陪你不股等 还是一步一脚印 当选立委跟你申请补助 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用着昨天 我们所公布的那个影片 用同样的对待行政官员 咫压咧嘴的恶行恶状的嘴脸 去恶逃补助 一个名义代表 面对人民我们会最温柔 面对人民 我们要用最柔软的心 去感受人民的需求 国民党团在加码爆料 过去林靖怡谬论一箩筐 说用汤匙喝真奶冷眼骂记者 或选民找不到他时 他是这么回答 去大便啊 为什么连我办公室 说你去大便都要怀疑说 我们没有电话 能少一根是一根 你要从现在开始检讨我 从出生到现在用几根吸管吗 你担任VICP的委员 是请假大王 合理推论 未来你到立法院 是不是继续请假 上节目上通告 你会变成什么 政论天后吗 当立委时的精识言论被检验 就怕事实真相已经戳破表面包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